这表明中国第四代战机的研发工作进入实际的试验生产的阶段 西方相信中国大陆的空军是根据装备一代研发一代预言一代的相关规律来展开战机研发的 而中国第四代的主力战机不久之后将会灭世 而中航集团也在加紧研发新一代的中国重点的航空武器装备 据韩国中央日报消息 朝鲜军方在西海北部集结了一百多艘各类型的舰艇 同时还在福建海域部署了一百多门的海岸炮 朝鲜空军也在韩朝的边境部署集结了一百一十多架的米格战机 日本情报显示朝鲜军方宣布东部海域将禁止船只航行 为朝鲜导弹发射做准备 韩国军方相信朝鲜和韩国最容易爆发冲突的地方 并不在三八线军事分界线的附近 因为韩朝双方长期在这里修筑了军事攻势 双方都不会轻易出击 而一旦朝鲜发动地面进攻 美军也会介入 因此朝鲜军事挑衅最可能选择的地方 是西海五岛 还有北方界线的附近海域 因为这个地方没有美军驻守 美军的海空军在这里活动也很少 朝鲜会在这里选择动手 而另一据韩国的联合通讯社报道 韩国军方已经有了针对朝鲜的突袭作战计划 如果韩国的军舰受到朝鲜导弹的攻击 韩国军方将会从海陆空全方位 对朝鲜的导弹基地展开联合的反击 韩国总统李明博已经签阅了这份作战计划 而美军最新的决定是更换驻韩美军的军用侦察机 用全球鹰来取代鱼尔侦察机 加强对朝鲜半岛的军事侦察和监控 美军目前正在秘密的拟定针对朝鲜的军事拔钉计划 包括针对性的突然攻击朝鲜的核设施 导弹基地等重点的军事目标 也可能让韩国军队带美军出手 据西方的刊物舰载武器最新的报道 大陆解放军的水面舰艇战机还有直升机 都可以利用数据链对中国潜艇发射的导弹 实施攻击飞行过程当中的中继制导 这显示中国大陆解放军的三枚资讯海战的水平 已经大为跃升 这篇报道说 解放军陆续服役的新型导弹拘救舰 现代级铝阳机二型 以及铝洲型的拘救舰 具备更高的指挥控制和通讯协同作战的资讯能力 中国大陆研造的战术输出链 装备给了所有中国国产的新型的舰艇 而中国海军也刚刚从俄罗斯进口了最新型的苏30NK-2的战机 有新的数字通讯的系统 可以由战机的系统来引导潜艇舰值发射导弹 并且不断的修正导弹飞行的轨迹 提升导弹攻击目标时候的精准度 西方的军事情报显示 解放军的旅洋一二型的驱逐舰还有监视战机 都装备了类似格勒斯军方的ATRMC的国产数据链的系统 后者类似美军的LAG-16数据链的复制版 中国还模仿了美军的数据总线 建立中国解放军自己的军用总线 并且应用于空军的歼8战机 还有国产的歼10战机 以及其他的驱逐舰舰载武器系统等等 估计中国的旅大机和旅户机的驱逐舰 甚至导弹护卫舰 初步换装这种最新的数据链的系统 这也显示解放军常识 海军空军协同一体化的数据链作战系统的应用 西方的军事分析相信 解放军的170-171号导弹驱逐舰 首批装备了中国自行研制的 第二代多用途的数据处理的系统 能够对系统内的所有陆机海机 还有空机的雷达系统相关的数据 进行综合分析 并且进行有效整合 指导所有的武器系统展开战斗 最大限度 发挥解放军各个作战单位的战斗力 解放军锐意发展自己的数据链系统 好了 谍报这条消息看起来呢 好像很复杂 实际上他提到是 解放军锐意发展自己的数字链的相关作战系统 那么跟美国俄罗斯比较起来有什么样的差距呢 问一下马鼎生先生啊 我们知道解放军发展这个数据链的海空协同系统呢 也承认借鉴的美军和俄罗斯方面的相关技术 怎么看这个最新的解放军的进展 这所谓数字链呢 其实和风神榜这个电视连续剧是一样的 他里边提到了千里眼顺风耳 也就是在整个战场 整个战局当中任何地方发现战机 那么前线的那个信息就可以迅速的传到指挥中心 司令部也同时把这些信息实时实图像的传到各个火力平台 那就形成一个什么什么样呢 就是一个总体战 就是一个资讯战 整体的资讯战 我们在这个中文解放军最近进行的所有的三军 这个全方位的演习都提到联合作战这个这个概念 联合作战就是现有的飞机大炮 坦克战舰潜艇卫星等等都变成一体了 之间就是用这个数据链把它连成一线 不管是潜艇还是什么 发现了敌舰或者发现了敌机或者发现了敌导弹 都可以用最顺手的武器装备把它消灭 那这个数据链在当中的起到一个这个战斗力倍增气的作用 有了数据链以后就像美军打伊拉克那样就提高十倍的战力 反之如果他的数据链被打掉了 他的战斗力就萎缩成十分之一了 所以这个数据链的建设在近年解放军当中是非常之重要 有一个数据就是说从美军的11号令数据链的水平提高到16号数据链的水平了 这已经是一个整体战整体信息战的这个水平了 这个水平从何而来呢 我看分三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 就是西方老是说 你是买的 你是引进的 或者是俄罗斯 或者是以色列等等 这些电子大国引进的 这没错 是一部分 再有一部分呢 就是西方人老实说 你是抄袭 你是得到美国 或者一个什么东西 你就把它抄过来了 最后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融会贯通中国自己研发的 这三个部分的这个数字战 这个信息战的这些武器装备呢 都能融会贯通 这个最重要 就是中国一些比较陈旧的武器平台 装上这个数据链和这个电脑之后呢 就都能这个整体成倍的提高战斗力 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 这是马领生的圈点 提到解放军在发展这个数字链的相关的作战系统 这个话题呢 我们放一边 看看日本最新的进展 日本获得美国给他提供了相关的空中加油机 日本战机未来的巡逻也好 打击范围也好 都是大幅的提升 我们看一个片段 据空中攻击杂志的报道 美国的波音公司把三架K7-767J空中加油机装备给了日本的航空自卫队 并已经在日本形成了空中的作战能力 可以扩大延伸日本战机的作战半径 也可以有效地提升日本空中自卫队的远程作战和综合的作战能力 这是日本的自卫队首次实现了自卫队独立的空中加油能力 提高了日本的活力和人员物资的远端投送能力 而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向美国订购的四架空中加油机 最后一架会在明年交货 日本自卫队的军官承认拥有了常备先进的空中加油机之后 可以使到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斗机巡逻和战训增加次数 扩大范围 对于钓鱼岛 东海海区 甚至台海周边可以有效地进行往返的巡逻 在战时可以大批次的凌空攻击 而另一句日本共同社的报道 日本直升的自民党的国防小组 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议 在2010到2014年新的日本的防卫大纲 可以加入攻击别国基地的相关内容 这表明日本有权把军事攻击行动 延伸到别国的领土 在必要的时候 日本的军队可以对别国的领土 还有相关的设施进行先发制人 另一方面 美国参议员向美国国防部长建议 要卖给日本最先进的美式F22战机 日本有意要买几十下这样的美国F22战机 用来装备给面对朝鲜 还有中国的日本一线的自卫队的空中攻击中队 而香港有军事评人指出 在美国日本日常的联合演练当中 美军的加油机一时提供给日本后勤的保障 不过让日本可以拥有自己的空中加油机 扩展日本战机的打击能力 美国人